2023年羽毛球世锦赛在丹麦哥本哈根已经拉开帷幕 在第一个比赛当中 代表国宇出战的四名南丹选手全部登场亮相 其中种子选手世界排名第八的史宇奇 在南丹首轮遭遇到了西班牙选手路易斯 后者的现世界排名只有60位 可以说在个人能力是和国宇一哥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也是赛前球迷都认为史宇奇能够轻松晋级的原因 不过在比赛开打之后 史宇奇在开局阶段的状态并不好 一直和路易斯熬战到加分阶段才艰难获胜 不过在找到状态后 史宇奇第二局开启了吊打模式 一波流带走胜利 最终大比分2比0获胜 昂首闯入到了南丹32强 由于这是二人在世界大赛的首次交锋 因此史宇奇对于路易斯并不了解 开局之后国宇一哥也通过耐心的拉掉 想要去探一探对手的实力如何 排名并不高的路易斯很快就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那就是场上的速度非常快 杀球也具备很强的冲击力 再加上他抱着冲击史宇奇的心态 一上来就在比分上压制住了国宇一哥 尽管史宇奇也在竭尽全力提速 想要打出自己擅长的进攻节奏 但是首场比赛还没有进入状态 再加上市井赛的压力 让史宇奇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 再加上频繁出现的失误 让路易斯逐渐建立起了10比6的领先 尽管史宇奇也没有放弃追分 但已经打出气势的路易斯 还是带着11比7的领先 进入到了首局的技术间隙 通过前半局的适应 史宇奇的状态有了明显提升 在重返赛场后 他的接发接速度极快 并且回球的落点也更加准确和刁钻 这也让路易斯的进攻威胁大打折扣 很快史宇奇就连得3分将比分破进到了10比11 虽然没有太大胜负压力的路易斯 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再次拉开了比分 但稳扎稳打的史宇奇 还是在局末阶段 将比分追到了16平 随后二人互不相容 一直激战至21平 决胜时刻 史宇奇靠着自己标志性的头顶区 杀至线 连得2分以23比21取得了开门红 首局惨遭逆转的路易斯 在第二局的心态明显出现了变化 虽然还在坚持进攻为主的打法 但出手没有首局坚决 导致了他的进攻杀不死史宇奇 国宇一哥不仅能够顶住对手的冲击 还能够打出犀利的反击 开局后很快就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也带着11比6结束了前半局的争夺 已经没有退路的路易斯 在比赛重新开打后 想要发起最后的反扑 但是已经渐入佳境的史宇奇 没有再给对手机会 牢牢掌控着主动权 轻轻松松以21比8锁定了胜局 在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后 史宇奇狼手闯过市井赛首轮关 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东道主选手格姆克 后者的个人实力在路易斯之上 再加上主场的优势 一定会在和史宇奇的对抗中死战 期待史宇奇做好打印仗的准备 再加上主要打印仗的准备